中国新闻社记者孙恒业 现在我们正在武汉市第一院 今天下午呢 这里将进行一场关于第七版的诊疗方案的一个培训 我们去听一下给医生和专家的培训是怎么进行的 诊疗方案其实是我们临床的一个总结 同时他反过来又指导我们临床医生进一步更好的诊治新冠肺炎的病人 那么就能够提高我们的治疗的效果 比如说能够让病人更快的出院 能够减少病房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已经发布了七版诊疗方案 诊疗方案每一次的更新 都是医学上对于新冠肺炎疾病认识的加深 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 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会越来越全面 诊断和治疗方案也会不断完善 提示这方面风险正逐步升高 提示这方面风险正逐步升高 我们对疫情的警惕性和防控要求不能降低 还要继续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即使与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分享信息和经验 携手抗击疫情 我们也将有序地推进我们意料次序分区分区管理分类分布实施 我们也将根据疫情防控的实际 逐步地缩减新冠肺炎收治的定点医院 有序地去关停这些方伤医院 分批分布 逐步地恢复正常的医疗次序 逐步地恢复正常的医疗次序分医院 我作为一个有这种经验的人 必须自己一定要第一个参加火坚决请站 在这里其实没有间别之分的 加油 加油 我很加油 我上报是从我一个医生 实际应该就这么多的 我们把劲往一处使 把心往一处想 没有什么占不剩的 然后再不再难 你都会觉得这样熬熬挺挺的过去 所以加油 我上 fabulous ReaktHelp 你也可以学习 medical的 一直在随在你之前 我重新咱连著 寻家传家伤筑 你这个真的 theater 让世界ographic movie 看别人看 可以了解击小之龙 了ετε其中情 detect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